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在季后赛开始之前,关于蓝网队,被讨论的最热烈的话题,无疑是西蒙斯的具体付出时间了。 在被交易到蓝网队后,他因为伤病,还没有为球队,出战任何一场比赛。 而目前,关于他的付出时间,终于有了确切的报道。 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,西蒙斯计划,将在蓝网队,对阵凯尔特人队的首轮系列赛中的第四场比赛,到第六场比赛期间付出。 如果届时能够成功曝出,那么,这也将是西蒙斯本赛地出战的首场比赛。 在上赛季的东部半决赛里,西蒙斯在仅供端的表现,可谓是非常高高,在该系列赛的七场比赛里,西蒙斯,竟然有四场比赛的得分位上双,而在整个季后赛里,西蒙斯的罚球命中率,也排在了联盟垫底的位置。 在关键的第七场比赛里,正是西蒙斯,在一个关键回合中,处于空位时,选择了传球,而导致球队没有得到关键的两分,最终,也成为了七六人队,由胜转败的转折点。 在七六人队被淘汰后,球队的主教练李福斯,和内线恩比德,都表示了,对西蒙斯的不满,球队,也将其摆上了交易货架。 最终,西蒙斯和球队之间,产生了无法调节的矛盾,他不仅没有参加球队的训练营,还在赛季开始后,拒绝了七六人队,出战任何一场比赛。 在赛季的大半时间里,虽然七六人队,积极兜守西蒙斯,但由于他们。